欢迎收看股市任我赢 我是夕宇 大家好 我是曾任俊老师 节目一开始还是请您拿起手机 扫两项QR Code 加入我们洪任俊老师的YouTube频道 最重要的呢 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咬起来 咬起来 我们看到了三幅画 今天涨停板 昨天呢又创历史新高 那在业界呢 信仪非常自信的说 最早发现三幅画 最早布局的 非我们洪任俊老师莫属 这个是信仪在业界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 我们在去年9月30号 67块7就进场了 这中间一直在加码 所以有参加到的会员朋友 都非常的开心 有买到的都非常的兴奋 那今天我们的标题呢 是三幅画谁说了算 我想非我们洪任俊老师莫属 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任俊老师 他怎么样独具眼光 挑到三幅画这支个股 成为他的代表座 好 OK 那我们今天会把整个三幅画的 为什么去挑他 然后未来有什么样的个股 他可以复制三幅画的模式 我们都一一的在做说明 那首先还是一样按照管理 我们先解一下大盘的部分 那大盘的已经突破两日高点的一个压力 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两日低点的一个支撑 那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在下跌的格局当中 你要出现转折最重要的是什么 量能要缩减下来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 成交量已经缩到了2300亿元 那你不要觉得量缩不好 很多老一配的分析师 他们会认为说 量缩代表买盘不足 这个要崩盘要崩盘 其实就我的观察 我真的用统计学下去做的话 其实每一次量缩都是一个转折 高档量缩是转折 低档量缩也是转折 所以呢现在呢 你看到量缩是因为买盘还不够 可是只要一补量上来 砰就上去了 那要挑战历史先高 真的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那你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现在上面有一个缺口压力 所以为什么会呈现一个量缩 是因为上面的缺口压力还在 但是你只要两日低点支撑 不要跌破 基本上你拉回站在买房就可以了 所以操作上面 不要太偏空 你现在要好好的下去 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比如像说 我们在做标股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会想说 我要买标股 我要买标股 我希望一档股票可以涨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要买标股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你要知道什么样的股票 才是真正的会标的标的 那其实我做股票做了20几年 那我后面呢 我得到一个结论 你不管是任何一档标股 你一定要具备三个元素 我称之为2加1元素 两个元素叫做金流跟故事 那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理 一定要有耐性 耐性非常的重要 我讲实在的 很多投资朋友们 你是不是曾经买过长龙 买过阳明 可是你有没有赚到长龙 你有没有赚到阳明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你知道吗 长龙阳明标啊 去年20几块钱 涨到200多块钱 标了10倍 但是大部分人都只赚到多少 10% 大部分人都只赚到10% 那为什么 因为呢 你虽然知道他有资金 他有故事 可是你缺少了耐性 所以一档股票 你没有办法从头报到尾 甚至呢像我们在做三幅化的时候 拉回加码 拉回加码 拉回再加码 所以当你没有这个耐性的时候 你绝对赚不到大钱 是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你看到今天三幅化亮灯 涨停板 我们的会员非常开心 因为我告诉你说 我从头到尾都在做加码 布局的动作 我对他非常的有信心 那我的信心来源不是我空谈 不是我想说 啊我今天 因为这档股票涨停板了 所以我才拿出来讲 很多那种市场上面 我确实有一些市场上的专家是如此 但我洪老师不干这种事情 对我看好一档股票 我就一直讲一直说一直说 即使他跌下来了 哎我也持续的告诉他说 我看好他的原因在哪里 那后面会不会反映 市场自然会知道 时间到了他自然就会反映 所以呢你看我的节目 哎这是刚刚信仪讲了嘛 你扫那个QR Code进来 你可以看到我过去的视频 是全部都在对不对 那你看哦 从3月21号 3月18 3月19 3月17 3月16 3月15 甚至呢哎你看哦 每一个mark里面我都写什么 三幅画 每一个都有三幅画 我画红圈圈的地方 都是在讲三幅画 所以 当然很多人会说分析师是马后炮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你可以 每天都告诉你三幅画的话 那怎么会是马后炮呢 我这边备注一下哦 大家可能不知道老师这个圈圈什么意思 因为老师是非常细心的人 他每一天的视频下方都会有他 内容讲哪一些股票 他以后要找回放是比较快的 所以老师勾出来的就是 每天有讲三幅画的 对每天 他非常细心的 去做这种这样子的功课 我就会每天把我讲过的内容 里面去做一些记录 那也是日后给大家去做验证嘛 所以我说三幅画我们每天在讲 甚至3月15号那一天 他是中错的哦 跌了4%都5%哦 跌下来哦 但是我不会因为今天股价下跌 我就看坏他 因为我说了 要有故事嘛 要有金流嘛 甚至你要有耐心 所以你看哦 我的故事来源在哪里 我相信这张图大家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每天在节目上面 都一直在讲 对不对 甚至信仪说 哇这张图真的 他真的倒出了 我们现在产业面 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甚至未来对不对 以台积电为核心 包括材料设备 包括IC设计的一股 讲到大家都会背了 真的都会背了 那OK 那我说台积电里面最重要是材料 对那材料 因为你当你的不管你是5奈米 7奈米3奈米 当你的材料 当你的订单越多 你材料用量一定会越大 是 那你的材料呢 以前啊 像那种化学容器 都是日本厂商在做 那台积电现在扶植 自己的本土厂商来做 那你想想看 那个商机有多大 是 这大到吓死人了 真的很恐怖啊 所以呢我才会讲说 东西没有改变啊 台积电没有倒 材料呢 用量他也会持续的去做增加 那股价的涨跌 他真的就是一时的 那你如果在那一段时间 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把三幅化卖掉了 那你后面都赚不到钱 那所以呢 你要对自己的操作 对自己的想法要有信心 想要赚大条的你就要有耐心 是 所以我说一档股票在跌的时候 比如像说2月8号那一天 哎他也没涨啊 可是我们下去加码做布局 我就直接跟大家讲 农季独家回收供应商 那这种东西没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改变嘛 如果他有第二家 那我就怕了 可是他现在是独家 勾门独起的东西 领先市场 独占市场 对 这是最棒的 对不对 那全市场的生意就你一个人 能做 哇 那是超棒的啊 所以你看哦 当时我就跟大家讲 135块钱 你要加码布局 是 你看哦 为什么我们会 我会放这张图 因为很明显啊 这种图他不是涨停满之后 我才告诉你回来 因为当时的走势 就是走这样 你没有后面这一段啊 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你要看一档抠讯 对不对哦 你就直接哦 你去看他的抠讯里面 是不是都是拿收盘的 因为他如果只是拿收盘告诉你 那代表说他在盘中 他没办法做决策 那同样的啊 这是2月8号 包括这是3月11号的时候 我持续加码布局 同学你们都有收到这个讯息 对不对 最重要这个时间点都还在 对时间点都还在 日期啊 都你都可以去找啦 那你看哦 这个地方 哦 我们当时买在152.5元 对不对 也是啊 没有后面哦 都是在这一段时间 哎 都我们就下码下去做布局 所以67.4元 83.1元 我都记得很清楚哦 67.4元 对当时 去年9月67.4元 83.1元 甚至到 哎 135块钱 152.5元 我们都持续再买 那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疯了啊 可是你事后来验证看看 老师是不是对的 对 对 大家都赚到钱了嘛 所以我说 你在操作上面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比如像说真的股价跌下来了 你会害怕 像当时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哦 当时我们从67块钱买到67块83块钱加码 一路的大产涨到187块钱 哦 大家都好开心哦 可是你看哦 当我的股票从187跌到了123块钱 跌幅34% 你知道吗 当时好多人在骂我 连我也骂 差点跟老师吵架 为什么你187就不赶快先卖了 对 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在骂我 说 哎 老师 你187块你就要先买嘛 甚至很多那个哦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有一些 有一些一样就是市场的专家 他们就会来我办公室 我们一起来聊天 然后他们就说 哦 你真的不要做股票 这种贴到这么多你不要买 然后我说 我又为什么要卖它 什么都没有改变啊 虽然说他这一段跌下来 可是重点是你在当下你要去分析 你要卖的理由在哪里 所以呢 我很清楚的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这一档股票 这里是大量区 对不对 对 这个大量区 他在跌下来的过程量有没有增加 没有 没有增加嘛 那你想哦 这个是主力大户在买的 是 那跌下来呢 他没有量 主力大户有没有走 没走 没走啊 那他没走 他他未来会怎样 上大涨啊 他就会创新高了 对啊 因为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买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在跌下来的 很多人会骂啊 那我说没关系啊 就你就骂吧 但是你一定要把股票 跟着我的指令好好的做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让你骂 骂了 骂完之后呢 你只要跟着我的指令做 在这里加码 在这里加码 在你不要说加码在这里啦 你光联最近的这段加码上来 碰上去 涨37% 那就四十了呢 这样就四十几个% 那你想想看 像我们还有67块钱买的 83.1元买的 到今天209块 那是不是一档标股 标标准准的标啊 真的是标股啊 但是重点是就我刚讲的啊 金流故事 耐心 真的你要有耐心 所以呢 有一些个股跌下来 我说 政治面 消息面 新闻面都会影响 可是呢你影响不到的 叫做你的筹码 真的那些人有走啊 没有走的话 他未来自然会创新高 所以我说有一些个股 我也是很看好啊 比如像说松藤 你看这一段跌 看起来觉得很恐怖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他最终 就算我从最高到最低 他就跌27% 那你知道吗 光刚刚哦 三幅化从187跌到123 这里就跌了34%了 这一档股票 你看他跌很多 其实他跌幅根本连三幅化 还不到三幅化的 还差三幅化一大截呢 所以我说 你看哦 这种股票在跌的时候 你会很担心 可是我问你啦 同样的 这一段大涨上来 这是什么 主力啊 主力大户在布局嘛 那这一段是不是走量缩 是 那是不是跟三幅化 一模模一样样 对啊 所以你在跌下来的过程 我告诉你哦 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把这一档股票卖掉了 那我告诉你 你追不回来 以后他再涨上去的时候 你买不回来 就跟三幅化一样啊 你想想看 你如果在123块钱 你卖掉了 我现在叫你去买 150块钱的三幅化 你买得下手吗 这就是人性你知道吗 就是买不下手了 哇老师你这张太棒了 太多凶疼 买在九十几块了 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做股票你要有耐心 不是说你今天 哎股票跌下来就不好 因为市场就我跟你讲 每一次都会有利空 是 那你利空的时候 你要看一档股票 它是真跌还是假跌 你要看成交量 当你的量是增加上来的 哇那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大户主力都跑了 那当然就不好啊 可是呢 如果他未来有故事 像车用 哎特斯拉的供应链 我现在汽车 因为油价大涨的关系 电动车越卖越好 他未来的订单会爆发 那你当然不用担心啊 再加上说他现在有一个很大 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手工聚集 拜登现在做什么 他要基础建设 对 那他在做基础建设的时候 开始会不会是 是不是有些工人 会开始换他的工具 没错 那他的手动工具机 销量就开始增加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 那你在跌下来的过程 你把它卖掉 那你未来真的你就追不回来了 那甚至包括这档股票也是啊 这种股票 第四代检测半导体 半导体的检测厂商 几年贪十块的东西 一年赚十块钱的公司 你看哦 他在震荡大盘跌的过程 他完全没有跌 这里还出现大量残虹吧 所以呢 主力呢 开始悄悄来去做布局 只要一根残虹突破前高 那拍谁 这两股票就冲出去了 就飙了 那你说 你要买到一倍两倍的股票 像这种标的 仅仅探十块 涨到两百块钱 其实说真的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你想想看 现在才一百四十几块哦 那你当然就是有那个机会 有那个条件了 所以呢 操作上面我告诉你哦 标股 你要做到标股 你最重要的三个要件是什么 金流 故事 耐心 对 好 今天这三个要件就送给大家 感谢我们任俊老师哦 哇 三幅画 凶腾 还有我们的洪康哦 所以呢 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真的还是要有耐心哦 耐心我想是大家最不足了 那节目最后呢 还是请您加 这个是姓宜的lite at哦 那你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您想听什么样子的个股呢 欢迎都扫我的QR Code 来传个贴图告诉姓宜 最重要的呢 还是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咬起来哦 那今天呢 真的哦 听了我们任俊老师讲的 三幅画 谁说了算哦 真的是名副其实哦 我们洪任俊老师 最有资格的说三幅画 他说的就是算 就是 六十四 六十七块四哦 六十七点四 六十七点四 去年的九月底就进场了 到现在还抱着 我想真的 跟着老师操作啊 尤其是这样子要获利哦 其实不难 还是在考验人性 还是感谢任俊老师 再一次的感谢 好 那么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哦 那节目最后呢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哦 明天见 拜拜